我们买了面包的时间 见到那个baker拿了所有的面包 我们自己在想一下 他们为什么要拿所有的面包 他们都可以吃的 我们已经看了香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food wastage 灿烂的笑容说一口流利的粤语 印度裔的布斯加是香港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器的大三学生 从小在香港长大的他 发现香港存在食物浪费问题 于是他与三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经过研究 萌生了用厨余面包酿造啤酒创业的想法 我们去了南瓜坊 我们在那里喝酒和说话 然后food yash那时在喝啤酒 我看着他的啤酒 想到其实面包和啤酒 都有很多一样的材料 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用这个面包做啤酒呢 那这个是那个idea的一个starting position 创业之路并不容易 布斯加坦言创业之初 仅仅是寻找愿意合作的面包店和餐厅 他和其他三位伙伴就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四个都是同学来的 有时我们想跟不同的饭店或者餐厅说话 他们看到我们是这么小的 或者我们是学生 他们说都不相信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重大的问题是我们四个都是人导人 在香港呢有时 那些人他们觉得你不是香港人呢 他们都不想听你有什么说 他们见到我呢 他们会见到我是印度人 不过我说话的时候 他们觉得其实他都会说中文的 他们说好啊 其实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给点面包 或者帮忙你们sell你的啤酒 好不容易找起了原料 如何调配出面包酒的独特配方 如何酿出口味最佳的啤酒 又成为创业路上的第二只狼狼狐 哪里可以找到个recipe 那我是大学读engineering 那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帮忙的 我知道science是什么 怎么可以用这些elements 然后转了去酒 啤酒呢 只是有三个ingredients 一个是barley 一个是malt 一个是hops 那hop只是给一些不同的味 比如你要水果的味 你要甜点的味 你可以加上去 还有barley是almost 80%左右的constitution 在这个brew里面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面包会replace这个barley 因为面包都有barley的 经过数月的努力 团队终于研发出口感微苦 带有面包香味的面包啤酒 同时他们还招募了约50名志愿者参与面包回收工作 推广节约意识 为了便于工作 富斯嘉还签头设计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式 显示面包收集情况 便利面包店与志愿者的实时沟通 这个app其实是一个real-time communication给我们 譬如今天是9点一个brew里面 跟我们合作了 他们知道9点即是闪工的时间 他们会有两包面包 他们应该要扔掉 不过因为我们跟他们合作了 他们会扔掉 他们会给予我们 这些volunteer 他们会看到 其实今天9点 我可以去这个brew里收买这个面包 跟着deliver它 去for example一个brew里 他们会sign up的 用这个app sign up的 我们会知道 其实家里有人会去接这个面包 还有那个brew里都会见到 家里有一个volunteer 今天会来 8点半 for example 收这个面包 我要准备这个面包包给他们 经过一年时间 这一项目已在国际创业竞赛 获特奖等多项赛事中获奖 首批2000支面包酒 已于上月推出市面